今天做超简单的下饭菜 糖醋茄子 茄子去皮 滚刀切块 块可以大一点 吃起来口感更好 撒上玉米淀粉 让每一块茄子都均匀的裹上淀粉 调一个糖醋汁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白糖 一勺老陈醋 一勺蚝油 一勺番茄酱 搅拌均匀 再拿一个碗 一勺玉米淀粉 大约拌碗水 堆成水淀粉 倒入刚才的糖醋汁中 搅拌均匀 大蒜搅成蒜末 七香葱 把葱白和葱花分开 所有配料准备好 热锅要比平时炒菜多一些油 油温五成热时放入茄子 要一块一块的下 一面炸好 再翻面 茄子外皮变成金黄色 就可以捞出控油 重新起锅 少量油 蒜末 葱白炒香 糖醋汁倒入之前 要搅拌一下 烧到糖醋汁冒大量小泡 并且粘稠的时候 倒入茄子 快速让茄子裹上汁水 最后撒上葱花 冒着油光的茄子 浇在米饭上 现在就能闻到糖醋茄子的酸香味 大块的茄子配着米发 入口酸甜咸香 这未来的四季不亚于吃肉 怕吃多了油腻 今天喝卤酸菌饮料 大家还有什么下饭神菜推荐啊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转发评论点赞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